- 明天Rif Gonzo的場地! 這個是Sepang外面的一個很大的車場啦! 我明天應該也是會過來玩一下啦, 但是我不是參加比賽 這個就是黃昏的雪邦國際賽道! 好!在鏡頭前面,大家看過我來的已經是有三次了是嗎? 我有做拍攝的Crew啦,來過這邊也是來過一次,所以總共來一個四次! 這次叻,就是算真正的下場比賽! 然後也是我第二次在Sepang裡面開,所以第二次就是我的比賽了! 嗯哼!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QCCS,我是許惟勝! 今天這一集叻,我將會帶大家來到雪邦國際賽道! 來這邊做什麼叻? 就是參加MSF Malaysia Speed Festival 8月31號的這個比賽活動啦! 我將會在這次的活動叻,參加他們的40分鐘耐力賽! 我駕的車叻是Proton Saga 1.5,卡普列塔的! 除了參加那個耐力賽之外叻,我也是有跑跑車的! 該是,你懂我駕FK8嗎? 我聽你啊! 你懂我? 有!FK8啊? 看到JC Black嗎? 誒,我好像有一兩台Hassu Charmant啊! 我沒有駕駛皮哦! JC Blacks! JC Blacks! 哦,跟台灣人講! 哈嘍,台灣的JC Blacks! 但Hassu Charmant是用AE86的啊! 嗨! 嗨! 正式回來主題啦! 這次我來,主要是跑Saga 40分鐘的耐力賽! 現在是11點多,還沒有開始! 是給MOTOR的TRAK叻! 就是重型機車! 等下4點叻,我將會進去拿時間啦! 就是拿排位! 拿了排位之後叻,晚上10點我才開始比! 然而我比的那個耐力賽叻! 據說啦,有60多輛Saga 一起同時跑啦! 所以,應該是非常緊張又刺激的比賽! 其實我以前也有介紹過MSF這個活動啦! 如果你們想看之前的影片呢,可以點擊我下面的鈴鐺,還有右上角,我會放之前影片! 就如果你是剛來參賽的車呢,要去驗車! 但是,今天這次我駕的Saga呢,是之前已經有比過了的! 所以就不需要驗! 我的車應該是還沒有到啦! 等下我會拍給你們看,我的Saga 獨一無二,沒有人有的! 現在我就在Saga 外面的車場啦! 你們開頭也是有看到了的! 已經開始在進行輪胎控制的練習! 這個概念呢,就是那時候跟我們Miri 是差不多一樣的啦! 有放兩條軟軟的柱子,在飄移的時候,撞到啦! 就得分比較高! 這個我就要拍給我沙拉瓦的朋友看一下啦! 這邊的飄移,有什麼車來,ok? 我懂2J 180,Sylvia S13,TE70 應該是Sepiro AE86 Sylvia S5 應該是··· K70,K70! 我暫時是還沒有找到有認識的人啦! 我也不敢太去拍他們的車,怕他們不認識我! 等下他們,咦?怎麼沒有拍他們的車? 我找到一個認識的人了! 版版的洪金寶! 他來這邊,應該是駕他這輛Sylvia來參加比賽啦! V RECORDING TV RECORDING 洪金寶! 來比賽啊! 來比賽就有哦! 怎樣?你最近你的車? OK嗎?健康嗎? 目前為止健康,希望只能保持到今天完為止! 怎麼?有問題咩? 我真的是沒有接觸到你的消息咧! 今天的練習跑,全部都做得很差很差,就像新手飄移這樣,你看七微星之前飄移的影片都比我還好! 蛤? 蛤? 沒有啦!我看的場地好像也是很難啊! 因為你們看啦! AR70 Turbo Lack 退! 是啦! 怎麼你要裝這樣大力? 美嗎?好看? 沒有辦法! 我把那邊的都是在低級的! 真的!真的!真的! 好!我目前只有找到一個認識的啦! 我這邊目測啦! 30輛跳移的車來參與認識的活動啦! 哇!這邊是蠻多,180 Silvia! 我們那邊就4AGE比較多! 誒!我終於看到,有跟我同樣一輛車了! 達叔差們!達叔差們不認識的! 我看到有一輛跟Johnny的差不多,應該是一樣的86啦! Johnny,你的菜!你的86! 我這裡遇到有位也是有拍影片的! 介紹一下自己! 嗨!嗨! 嗨!安吶! Crab walker! Crab walker! 加350,手牙的! 這次的這個drift的路線啦,你什麼留言? 因為今天我沒有把我真正的賽車來玩那輛的Double Gong 了 還在復習中 今天我拿另外一輛我的駕駛車啦! 這個是全原裝的啦! 來玩這個,有一點吃力啦! 因為它開始是乾,然後一drift進去的時候,轉回回來的時候,是濕的,是濕的! 所以,有一點難度啦! 你要掌握好那個路線開油才可以! 如果你一錯過了的話,介紹就不會好看了! 就臉不上了! 所以,你能夠做得到整個drift嗎? 應該可以,因為第一個我做到第二個,我弄錯了! 應該是頭進了我啦! 未來進,所以搞錯了啊! 它也是蠻強的吼! 應該是全職drifter? 沒有! 在馬來西亞不能全職啦! 全職drifter是二十啦! 哈哈哈! 所以,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車是那一輛原裝嗎? 原裝? NA 對! 我們那邊也是有人玩這種車! 你有什麼評論嗎? 因為我一直看啊,你很喜歡用350哦! 你沒有想過要換車嗎? 修壓啊,其他的啊! 其實它的平衡是很平衡了的,但是它有一點重罷了! 如果好像我的那個track car是完全把那些不需要的東西拿走以後,那個車是很好的! 操作是很好! 下一次改回來以後,我會放那個 angle kit 然後還可以再開多一點 angle 你要拍一點,介紹你車改裝的! 細一點,因為我相信應該會有人會看的啦! 有有有! 因為我們那邊也是有玩350的! 誒,350的,來看一下哦! 訂閱它的YouTube頻道! 謝謝你! 這輛Coupe 86是誰叻? Hello,大家好,我是阿澤,陳哲耀,我是Jack Tan 他是一位馬來西亞的歌手 演員也是歌手 聽講,你有看過我的影片? 這樣就確定有看過了! 而且聽說你跟Johnny很好嘛! Johnny也是跟我們都是一樣86的主持人 Johnny,你看他知道你哦! 誒! 所以我想起來了! Johnny好像有跟你買東西 有,他有跟我買過東西的 然後他講,你沒有寄給他 因為他也沒有付錢,因為我最後不要賣給他 Johnny,我不知道啊! 他要跟我買Retator 然後我就跟他說,因為Retator是原裝86的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收藏了4輛86 然後,我就想要保持原裝的話,我就收著那個戶品,我就沒有賣它 4輛86啊,聽好啊! 4輛啊! 然後還有包括Track car啦,當然有包括Track car 啊! 沒有Johnny那麼厲害,可以買到Cope的這個on the road 你沒有on the road的? 有,我有on the road的 但是,就是沒有到Johnny那麼漂亮的這個情況 不要講他啦,我們講你的小紅 我那輛...不能啦! 你看,那個低胸部那些做好了不是? 低胸部啊!那天我又撞板 然後又拉到車身 不過現在修好了,修好了 不過沒有力啦! 你這輛... 我等下有一輛KE Ford A來著 哦! 你這輛是NA嗎? 這輛是Turbo SR20 SR20! 很多人改SR20啊! 如果要Turbo的話,SR20比較適合 當然它的預算也不會太貴啦,因為它完全可以移植 CVR就是S3或者是180的這個東西 像這個引擎已經是180的引擎,SR20 後面的AXO已經是S3的 所以它比較耐一點 我們常常玩Drift的時候,在很低轉的這個情況下 一直bump它, kick crush 斷那個dry shaft 對,會斷掉 所以如果你換CVR的,就比較耐一點 這樣你的牙箱 5度牙,5度牙 也是T50嗎?不是誒? 不是,已經換了SR的 也是CVR的啦 其實這輛車,完全就是CVR只有車殼是86而已 車腳,前面車腳也是? 前面車腳保留86 因為我還是中心,因為喜歡86 是,我是覺得你保留86是對的! 因為啊,換了CVR好像會很奇怪 會很粗 會很粗 你只要把S3的這個背部,它就會很粗 對,所以我換回86的車腳是對的 第一次的選擇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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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駛到這輛是A186 Eric,他好心借我開開一下啦 是體驗一下,這邊今天的路線 我是覺得 咳咳 第一了咧,是SR20NA 因為我的手不夠長 腳也不夠長 所以我開起來,掌握不到 而且今天的車輛也沒有這樣容易哦!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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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手不夠長 腳又不夠長 不習慣哦! 好,來吧! 現在已經規復完了 然後等下4點多就要開始排位 我今天的主菜啦,比賽啦 我到底駕的車是怎樣的咧? 現在我就來評價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我今晚會駕的車啦 Proton Saga 最早期的,是鐵的 油改了,什麼咧? 我跟你們講油改了 很厲害的東西哦! 你看,這個 sticker 加10匹 還有啊,U-Bank,U-Pay 這個加5匹 還有這個,這個是 就是我慣性的口頭禪 我一個過你的時候 啊,你看到嗎? 啊,我再匹你,你看到沒有? 希望大家知道 啊,這個是我叫啦 Mivi Gymkhana Prince 非常好啦! 因為貼了這個 sticker 也可以提醒大家 比賽的時候啊,不要亂撞 因為這種賽車呢,是很寶貴的 我們要愛惜它 當然這次也要非常感謝 Millenium Motorsport 因為啊,他們照顧這個車 也提供這個車給我啦! 如果你們啊,想要成為賽車手叻 想要參與這種比賽很容易 他們也是有租車,也是有幫忙改車 拿這個車給他們 他們就會幫你打造成為 這種競賽道的車啦! 我會放他們的Facebook連結在下面 其實這種Saga叻,是最入門的門檻啦 因為這個車很便宜 可能你... 這輛車啦,買到來三千多塊馬幣就可以找到了 只要你有燒油Rocash 還有基本的一些安全措施啦 就可以參加比賽了 有防滾龍 防滾龍? 這個防滾龍是汗死在車的 還有一個滅火頭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有這個 Cut off switch 如果發生什麼意外呢,你可以隨時斷電! 然後外面也要有一個Cut off switch 這樣子外面的人也可以隨時幫你斷電 確保你的車在發生意外後啦,會沒有電 因為有電跟動到油的時候,車子會著火啦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就是Millennial Motorsports 負責人,Joshua! Hello,Hi,我是Joshua How much if I want to modify the car into the track with the car and modification? Usually you can start car basic and all that ready to race from 10,000 ringgit till maybe 15,000 so it's very affordable actually very cheap very cheap compared to other car yes more budget even 10,000 ringgit you can also be a racer Yeah! 聽到了沒有,只要你有1萬塊 其實你就可以來參加這種賽道比賽了啦! 想要他改嗎?Facebook link在下面 Adion,這個是辦理會代表 How many cars? My category got 70 70?! Focuse your category, I think on 35 cars If you can be middle,ok ready i middle啊? Landtime Jane Landtime 308 I 302 所以他講我的隊友是三分鐘零八秒啦! How do you think my time? 304 I 304 I 304 STARBURG If I cannot OK,現在我來打排位 離開 旁船 大 今天 15 E Iroo 其實剛才駕那個Saga啦,給我的感覺是··· 沒有很難駕,因為車也沒有很快 車子一旦失控,其實是救的回來啦! 輪胎不會很刺激 但是車子甩的時候啦,我還是可以救的回來 現在我要去駕駛那邊 我覺得我猜到是什麼事情了 大家去自首! 踩白線! 厲害厲害! 第一次第一次! 現在看到的這個樓梯啊,就是每個車手,最不想來的地方! 一種罰狂,你是拿槍! Steward! Steward 的房間! Crossing,Bit Exit, White Line 你告訴我多少錢? 1930 Crossing Crossing YES,我被罰了50塊 Alex,來自古境 他也是來這邊參加Saga的 然後我們一起被Penati 對! 騎跑的時候踩到百線 50塊,感想如何? 莫名其妙! 哦,不是阿凱! 第幾次你來參加比賽了? 第二次! Dan Yao Ming,你認識嗎? 哦,那個壞傢伙 壞! 傢伙! 你有看過他跑Gincana嗎? 驚咯他 你讓我下來了 哎呦吼! 壞傢伙,又是他的偶像 哇哦,這個就是夜晚的Spawn 好美哦! 燈很亮,真的是很亮 驚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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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看,有看過我 觀眾的人都會驚咯 其實我會 誒哇! 非常感謝他們的支持 50塊 看到這個我就想到 我剛才捐了50塊 蠻不值得的啦 那個小小的錯誤 你時間多少? 誒,要了啦! 我們先講啦,講個下啦! 258 哇! 哇~~~ OK,輪到我旁邊了 wish me good luck! 前面的窗不要管它 後面的窗不要管它 所以兩個人的車就可以了 其實 我總算 圓夢了 為我今年講我要比賽道嗎? 我原本計劃是要去比小型的賽道 沒有想到一比就比大型的了 Spawn誒喂! 多少人有那個夢想 想要進來Spawn參加這種賽道比賽的 如今我做到了啦 無論有沒有贏 我是覺得我很開心了 我達成了 嗚嗚! Rolling start! 其實你問我會不會緊張? 我其實不會緊張誒 我不懂為什麼誒 嗯? 那不是說不定的 你很喜歡的 你不會緊張誓 你會不會緊張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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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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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